我們中國最高的 如果你是作為馬來西人 你都要很 proud 因為是馬來西人的討論 但是重點是沒有人知道 如果按照我們這樣計算 一間銀行裡面有兩萬個員工 我手上就有兩萬個八字 好 你再看回如果我們在街邊 或者好像平時我們看風水 你怎樣可以看到兩萬個客制呢 不可能 即是你擺個八卦 好像我們在馬來西人住牌屋比較多 你覺得你對面鄰居就擺了一個垃圾桶 風水師要賺錢 他就說你擺個八卦在那裡 斜著那個垃圾桶 或者那支鑰匙 鑰匙 或者對面有個三叉等等 反正所有都是用八卦 其實八卦都很無辜 很無辜 人家說你的風水的吸數在哪 通常我就不會解釋這麼多 我通常會怎樣形容我的風水吸數 我就會說 人家問你家裡的裝修需要用什麼顏色 但是我的客人不會問我這些問題 我的客人會問我 買飛機要買多少座位的飛機 哈哈哈哈哈哈哈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这一集也是一个新年的辅导 Podcast 特别的录制节目 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好朋友 叫做韦谦大师 ABC的师 不是师傅的师 我怎样认识大师呢? 其实也有两三年前 四年都有吧 有四年这么久? 真的很快 是的 我认识这么多朋友当中 唯一一个愿学大师 而且当时认识你的时候 一直有问问你一些关于运程的东西 我觉得你很新潮 一般对我来说 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在你办公室的时候 我都会吓到 这个大师这么年轻 这个大师 心里面会觉得 是不是有料到 都会 应该很多朋友 第一次见你都会这么想 在我印象中最搞笑的 是一次我去少林寺 少林寺 你知道方丈 现在是不出来见人的 方丈 怎么得罪都不能得罪方丈 是的 有一次我在那里 有些慈善的工作 方丈就说 不如你过来谈两句 刚好在他那个地方 我就去到方丈室 去到方丈室 我就在他旁边 他在大门走出来的时候 他不停看 不停看 不停看 你们的大师到了吗 那时候你是怎样的装扮呢 都类似像这样 哦 那么Hip-Hop 你肯定不会觉得你是那个大师 现在就 他也会吓一跳 其实 哎 为什么这样 哈哈 那么年轻 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案件 这件事反而会令到我自己去想 为什么大师一定要唐装 是 有留宿 一定要留宿 一定是老人家 这些是外在外表 对 堪裕学 或者我们称为风水学 最重要是你的经验 以及你的传承 以及你的一些 就是我们这一项 是很看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好或者不好 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人品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些是可以计算到很多东西 哈哈哈哈 即是一眼看你了 就已经知道你是大概是怎样的人 即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心里面有歪念 那你就拿了对方的一些资讯 可能你真的会走到一旁 真的会很大事 是的 所以我们修学生 其实都有最基本的一些准则要求 我们不会说他要求你是大学生 博士或者是怎样的人 不会的 但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心要值 人品 人品 以及你说话的一些态度 对人的态度 这个反而是第一 嗯 就不是说有没有违根 或者是那些东西 只不过是可能我们看得太多 哈哈哈哈 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违根 我觉得是人品佔第一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行 是 非常重要 其实可能副都Podcast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韦谦大师是哪一个 其实韦谦大师 哇 真的 我真的知道你的一些经历 或者知道你一些achievement的时候 成就我觉得 哇 即是原来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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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頤 2009年 2009年 fresh,2009年我就在中国了 哦 呃 但是他们不坦白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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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子当是玩的心态 twenties 嗯 呃 你是在中國學習還是在馬西亞? 學習的話 我大概有七位師傅 以前從小到大 其實我是一個宗教背景的家庭長大 我媽媽自己也有一間廟在馬西亞 宜保 你是宜保人 本身是宜保人 也挺有名的 所以我很小就懂得看通證 通證學會看通證 但那個是宗教的 有沒有犯小癮 需要打小癮 那一部分是比較宗教的 當時你幾歲 懂得看通證 幾歲 我也不記得幾歲 反正很小 後來就覺得這件事是不是有根據 我很喜歡問為什麼 很喜歡問為什麼 好像我這種人 按照上學來說 我是屬於很反叛的 很跳皮的 看耳朵就知道 好像看我的耳朵是尖形的 尖形的 真的有根據 是反叛的 尖形的耳朵就是 你講一 他喜歡講二 不喜歡跟規矩 通常都是underground 所以我很喜歡去問 究竟圓學是誰發明的 圓學是有什麼根據 那我就慢慢去追回這件事 其實都追了十幾年 到了最後 好像我們現在講的一些星座 生肖 我們都覺得它很準的 但是是由哪一個發起去研究這件事出來的 在歷史裏面現在是沒有人可以解釋到 沒有人可以找到 有好幾個 後來我就覺得如果沒有一個歷史去跟隨 去追隨去找的話 那我值不值得去相信這個學文呢 那我就用了基本上 我在中國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去應證了這個學文 嘩 即是你在麥西亞學了十幾年 然後再去中國用十幾年時間 因為我很小就認識這些 因為據我所知 你又認識奇門遁甲 你又認識逆經八卦 然後很多樣 就是由這七位師傅身上學回來 有些師傅沒有教理傳統 他知道你的基礎在哪裏 他就會跟你說 你應該去向什麼人群去發展 或者是向什麼地方去發展 或者是你的性格應該需要調整 什麼缺點 比較人性化 是的 所以這七位師傅 有些是我啟蒙老師 有些是我知識學的老師 有些是帶我入社會的老師 他有分很多類型 但是很遺憾的是 我自己在中國也有些名氣 但是這七位師傅已經不在了 哦 都已經不在了 那你在中國 怎樣開始令到那邊的人 留意到你這個人的存在 第一就是好玩 第二就是我沒有向錢去想 我不是一個很現實的 因為你是想著找尋一個真相 或者找尋一個歷史的背後 可以說是任性 可以說是任性 其實我去中國是一個很緣分的故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有一天我自己工作也不太開心 可能我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 嗯 絕對是 對我來說你是一位風水藝術學家 是 當時我就覺得 我的老闆為什麼這樣對我呢 因為當時我是打份工的 後來非常不開心 都是看風水這些 藝術學的 做ID的 做IT ID ID Interior Design 哇 我猜不到 即是跟我的範圍是相差 是是是是 後來我就覺得很不服氣 即是我們劃職的人 為什麼去聽那些不懂得劃職的人 去拜佈 我明白 後來真的不開心 你沒理由砍砲的 即是你打份工 後來我就有一位朋友 他在中國東北一個城市叫大連 哦大連 他就說 師傅不如你過來玩一下 不如 當時其實我是有自己去幫人看風水 計算八字 那時候也不算是part time 只是興趣 幫幫朋友 是沒有收紅包 什麼都沒有說 即是說你覺得OK 相信我就幫你 就是這樣 藝術家的性格也是這樣 後來他就說 不如這樣 你沒有來過大連 那我就聘請你 全程是五星級酒店 哇 第一層級的航空 即是這樣 我就因為這個設入店 進入中國發展 到了後期 那時候你幾歲 那時候應該是二十二三歲左右吧 一個人在那裡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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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最重要的點 就是我在飛機上認識了一位銀行家 哇 這位銀行家已經退休了 所以可以說他的名字 之前都不行 OK 那他就是當時建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四大銀行之一的老闆 哇 哇 那當時他就跟我聊天 他說你為什麼一個人 飛去大連 那我跟他聊天 那他就說 你們馬拉 那些文化保留得很好 那後來就談到風水 那在我這一部分解釋的風水 令到他自己很錯愕 他好像重新認識風水 哇 哇 很刺激 是 那他就說 有沒有興趣來我們一個城市 在賀南 賀南 賀南 有一個地方叫信陽 OK 就是現在我們喝茶葉 有一個地方叫信陽空 就在那個地方 那他就說 有沒有興趣過來我們這裡 客串一下 舉辦一下那個講座 給你玩一下 OK 他說講座我沒有講過 哇 他說不需要很正規 就像剛才跟我聊天一樣 就OK 他覺得很有興趣 對 那我是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 我飛了去大連大概是玩了一個星期 然後我就轉機直接轉去賀南 就跟他做了第一場show 那場show是改變了我人生很大的 因為我是抱著玩的心態 就沒有講錢什麼都沒有講 那一天他帶我去那時候 我是晚上到的 他就說明天你就在這裡講座 我看一個小小的壁 很小的壁 我都可以 但是明天我去到的情況就不是這樣 明天我去到的情況是壁的裡面是滿的 壁的外面都是圍著很多人在窗口那裡 這樣盯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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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性格幫了我 我就不是一個很目的性強的人 當下我是沒有任何的壓力 嗯 你沒有想過照片會不會紅還是什麼都沒有想過 那時候有沒有Poster呢 有有有有 都有的 哈哈 那個Poster我還有的 還有他們有引一張票的 即是建設銀行給你的VIP 你可以領著這張券就可以進來聽這個講座 當時他的入門票是你的銀行要有400萬的現金才可以換到一張票 這張票我還有 400萬人民幣 是當時的 不是現在的 即是十幾二十年前 可能大家不知道中國建設銀行有多大 但其實是中國四大銀行之一 他曾經是世界最大的 是也是 因為他有很多資產 是是是 嘩 即是你的人生其實不是這場表演改變 是因為一個機緣巧合在那個飛機上 即是這樣談了一段時間之後 但他又對你非常之有信任 你也不知道會搞到這麼大的 所以後來我認識了中國之後 我就知道為什麼他會放我去信仰 因為信仰是一個很小 即是我們本地人說的一個鄉下 當然現在不是鄉下 現在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但當時是一個鄉下 所以他都很安全的 放在一個鄉下的地方 給我去說 但我在那裏基本上一炮而紅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在那一年裡 基本上馬拉我就是砍炮 然後在大陸 在那一年 基本上河南省的所有城市我都去過了 鄭州、洛陽等 我全部都去過了 即是好像全演一樣 巡演 巡演 很棒 即是一出道就有巡演 一出道就有巡演 那時候還是中國還沒有開放 真正開放的時候 很棒 我覺得是很棒 但是我還做一個最重要的 是令我很感恩的地方 就是當時他就給了我兩萬元的人民幣 他說這個就是你的薪酬 他就在那裏說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銀行他有一個規條 不能超過多少錢 他說千萬不要介意 那我就想兩萬元 即是說一說就 哈哈哈哈 還問你不要介意 哈哈哈哈 那當然了 後來我就把這筆錢拿去捐給當地的學校 你第一場就 是 據我所知 你在中國都有幫忙蓋很多學校 很多 都是因為這個開始 對 有這個開始 很神奇 很神奇 這件事 我也是 人就不要太目的性去做某件事 因為你太目的 只有兩個結果 一就是成功 二就是失敗 是 成功失敗 其實你也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我們 看到別人開賓士 開寶馬 我們很想得到這件事 很羨慕 但是當我們得到的時候 其實你一點氣悅感都沒有 因為他是呆在 對 可能對某些人 他是特別喜歡賓士 嗯 他就不是因為看到別人有賓士 他去買賓士 哈哈哈哈 這是兩個概念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那些人 他有了錢之後 就會很空虛 嗯 因為可能你尋找的東西 並不是理想 是啊 因為你是 你那時候 好像說的 你窮得得錢 對 你人生是一點都不豐富 是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 反而不是財富的得道 可以在中國這個地方 是令我學到人性 人生的一些項目 我覺得是 可能我一輩子都學不到的 嗯 在中國這二十年 我覺得應該學了 我們人類要走的一條路 哇 你真的看到很多東西 是 是 那你現在這個開始了 那你做完這個拖子之後 就有很多公司找你 陸陸續續 是啊 我服務了這個銀行 大概是五年了 五年過後就沒有再延伸 後來就轉去房地產 啊 現在你們去上海 看到最高的樓 嗯 都是我擔心的 嗯 你現在去上海 你一定去拍照 嗯 然後那裏就跟你介紹 很標誌性 這個就是 我們中國最高的 什麼什麼 如果你是作為馬來西亞人 你都要很 proud 因為是馬來西亞人群收的 哇 但是重點是 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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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自己是 你又很低調 你又不會一直 低調 你回到馬來西亞 你都是不斷去做前線 慈善的事 教育 教育的事 不斷去收學生 不斷去做演講 甚至乎現在你在馬來西亞 都宣佈退休了 是退休了 正式退休 大師其實現在是退休 都開始幫助很多人 其實我也有受惠少少的 真的謝謝大師 我想說 你當年在中國服務銀行 你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在中國服務銀行 它就不是一般 我們對風水的形式 對風水的形式 可能大家都打算是 拿個羅庚 嗯嗯嗯 讀一下讀一下 黑板印象是這樣 你這裡擺個獅子 擺個水晶 擺個葫蘆 真的類似是這樣的 嗯嗯 我們在中國做Consult 是真的需要有三個條件 嗯嗯 三個條件是來自易經的 天地人 天地人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會有風水呢 就是我們在易經裡面找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就是 我們是生存生活在一個天與地中間的人 所以我們如何適應天與地的變化 所以人是生動的 所以是由人去適應天與地 而不是由人去改變天與地 是改變不了的 是 所以這一個就是風水裡面最重要的point 嗯 那一間企業呢 它最重要呢 天就是代表你的先天條件 OK 比如說你做銀行的 在中國是屬於國家的 嗯 那肯定沒有死了 所以天是沒有問題了 嗯 那地是什麼呢 地就是可能你的地區性 嗯 可能你的人口集中性 可能你的種族性 嗯 還有你選的店鋪是什麼方位 嗯 其實它只是佔了一小部分 嗯 那人呢就是 你請的人回來 這些人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去幫你撐起這間公司的不同的崗位 嗯 那麼我們群收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慢慢會調整 嗯 通常我們做群收在中國是一年作為計算的 OK 就不是說在這裡看過羅家 那樣拜獅子給紅包 收個錢紅包就算 哈哈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說你們看很多東西 是沒錯 所以就在我的人生經歷裡面 我寫了很多的生肖 生肖的性格 那基本上我可以說我自己是權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需要很多的個案 你才可以寫得出不同的生肖的特性在哪裡 嗯 因為如果按照我們這樣計算 一間銀行裡面 它有兩萬個員工 那我手上就有兩萬個八字 哇 OK 那你再看回如果我們在街邊 或者好像平時我們看風水那樣的 你怎樣可以看到兩萬個客制呢 沒有可能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在中國這十幾年 基本上我手上的八字是超過百萬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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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個人的八字 嘩 即是你幾乎看完整個地球的人了 從這一百萬人裡面 哈哈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都睡覺時想想 一百萬人 其實我已經寫超過了一百萬個字的文案 因為在中國它是很講求 不是說你很出名 好像在馬拉利利 你放些錢去為自己打廣告 嘩 在中國不是的 在中國你真的要有實力的 那你有寫多少個字跡 在中國這樣計算的 嘩 即是你累積的經驗 這個位置最重要 所以你回來馬拉利西亞的時候 你就出了一本書叫天地人 是的 沒錯 當然現在也沒有出了 因為現在也不流行雜誌 但是我也很喜歡 那時候你送給我那一口 尤其是啟時錄 我們才能說到 這個才瘋狂 這個是很瘋狂的 之後你轉了房地產 這也是用回天地人這個概念 逆房逆經這邊 沒錯 去檢測他們的三個先天條件 沒錯 在中國的地產 它是比較快的 因為它每個地方 基本上你還沒建的房子 就已經有人賣了 在中國是這樣 但是他們最擔心的 就是風水究竟有沒有影響到他們 中國人在以前的年代 他們不會說 怎樣賺錢 怎樣去賺錢 反而他們不是問這些 他們反而會問你怎樣去償錢 我們也在想到 又對 其實如果你現在不爛的話 基本上周街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現在我們怎樣去學 怎樣償錢 償才難 我也償不到錢 哈哈哈哈 我只懂得花錢 所以在房地產我又學了另一件事 就是教人怎樣去償錢 所以它每一部分 其實它給我帶來的啟示 是遠遠超越了我在他們身上賺的錢 應該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感恩 因為你一向都不看錢 重點大 偏偏你的錢是自己會來的 因為你是抱著要學習 學習 去取經驗 到了後來人家知道我這個風格 知道我不講錢 基本上我24小時的電話都響 電話都爆發 以前沒有WeChat 沒有WhatsApp 直接叫你 直接叫你 後來我就想 為什麼要經常被人叫 自己很累 後來我就有一個香港的經理人 他說你不要這麼傻 你收貴一點 他們就不來找你 哈哈哈哈 你有一個經理人 之前 他也是一般TVB的人 當時 他就教了我這個方法 我不是開名 是導演 導演 對 他就教了我這個方法 他就說你把價值 升高一點 天價 我記得是升了88888 在那個時候 當然後期 我的臭路 就不止了 但對於我來說 看一場簡單的風水 有這樣的價位 其實是很好賺的 對 非常好賺 對 據我所知 風水 我也有看一點 我覺得 所謂的風水 其實 就不是說你起好了 你才去看 其實風水已經是 那幅地 還沒起之前 你就要看 那就證明你真的有些研究 因為我對懸學 對靈儀 對外星人 非常有興趣 外星人 對 我覺得全部東西是連結 的 那你想不想有外星人 這個跟靈體一樣 不到我們信還是不信 他根本已經存在幾億年 幾千萬年的東西 對於我 我是信的 我簡直是信 因為每個領域 每個空間 有他自己的生存 沒錯 而且人類症出現了幾一年 是 說回剛才你說的 買了地 或者是建好 這個 去回我們風水 有一個字 是很重要的 所有學問 我們只需要回覆 最基礎的項目 基本上 就可以找到答案 現在的人 為什麼會這麼迷信 因為他把學問 複雜化 弄錯了 是 當然我們看到 複雜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很厲害 我們就相信 其實不是這樣的 是 有一句說話 在我們風水 經常都會用到的 就叫做 吹吉避空 吹吉避空 所謂吹吉避空 在古代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是有錢人 我是達官貴人 那我找地理師 以前是叫地理師的 那我就找地理師 即是風水師 我就付一筆錢 我說我要建一間屋 四個老婆 十六個子女 以前古代是這樣的 你幫我找一個地方 我要建這間屋 那麼這個地理師 他第一要做的就是 避空 避空的意思就是 他要選擇一個地方 離開所有對風水不好的 影響的地方 去選擇這個地方 選擇了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 就考慮成為完美 那就在好的位置 完美的位置裏面 再建一間屋 然後再吹吉避空 所以這個叫吹吉避空 但是剛才你又說到 很重要的點就是 我們建好了 才叫風水師來看 是沒有用的 真的沒有用的 撞彩 撞彩 而且人家說風水 有些人說當是迷信 但是我有看到 其實他是一個 自然科學來的 他絕對是科學 可以解釋到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有數據 可以解釋的 在風水裏面 他有很多部分 哇很多 真的 非常多 這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但是如果你有花心思去研究的話 我覺得是有很多答案 可以找到的 當然 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是很可惜 現在大家都走向商業 沒有人去留意到 風水給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 尤其是誤行 誤行已經是說了 其實誤行 其實對於中醫來說 是用很多的 在什麼季節裏面 要吃什麼食物 其實以前就按照這種方法 但是現在是很可惜 很難說他好或者壞 但是對於我們在學者這一派 我們覺得是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這麼辛苦去學習 或者去吸取這麼多經驗 我自己都覺得我都未學完 學不完 學不完 他太多東西了 太多太多 太多了 因為好像逆經八卦 逆經就好了 逆經你懂少少 你已經不得了 逆經到現在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 就好像你剛才說的逆經八卦 八卦這個字在我們風水經常用到 但是是不是我們民間所認識的那種八卦 我們通常是用來擋殺 其實不是太可惜了 用來擋殺 所以這個就是吹吉避空 和吹吉擋空的區別 你擺一個八卦 好像我們在馬拉里住牌屋比較多 你覺得你對面鄰居就擺了垃圾桶 那些風水師要賺錢的嘛 那他就說 你擺一個八卦在那裡 斜著那個垃圾桶 或者是那支鑰匙 對,那個鑰匙 鑰匙 或者是對面有個三叉等等 反正所有都是用八卦 其實那個八卦都挺無辜的 很無辜的 喂大哥 八卦是真的 那就是說 馬來西亞人民和中國人 對風水的看法 分別就是很大 中國人對風水在二十年前是零 零知識 零知識 即是入一般人民 所以他們是沒有迷信這一部分 反而現在又有迷信了 因為有知些又不知道些 馬拉一開始就迷信到現在 迷信多幾十年 真的迷信到現在 好的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以前回來 我也有幫朋友看 他就說 我請了師傅回來 他說對面那個八卦這麼大 他就叫我買一個八卦更大 哈哈哈哈 都很大 邪回去 我就說 我教你一個更好的方式 不用八卦 都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很簡單 就是走過對面 按對面屋的門鐘 李先生 你那個八卦每天西斜的時候 那個八卦鏡子斜著我 不好意思 我明天將他移了一點 哈哈哈哈 那就行了 哈哈 按個鐘 哈哈哈哈 好玩 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是啊 所以我們是很迷信的 怎麼說 很愚昧 是很愚昧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因為我們的文化 教育的問題 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方 還有一些都不知道 怕不怕得罪人 不過都照樣說 我回到馬拉那一年 我2014年回來的 我回來那一年 就有人問我 人家不知道我是風水師 當然你現在上去酷哥 你搜尋我的名字 很多資料 現在很多 他們就不知道 他們就去追求我 我幫你計算出生日期 為什麼要計算 和我計算 他就說 你是屬於一號人的人 你需要用數字來幫助你 Bruce我買些 號碼 我也試過 我就有很多問號碼 號碼是羅馬字 跟我們中國的疫經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為什麼我們人不好 或者好 我要帶這件事去提升我們的運氣 其實嚴格來說 一些根據都沒有 後來我就慢慢研究 為什麼馬拉會變成這樣 我在14年到16年之間 我寫了很多專欄 在中國部裏面 告訴你什麼是真正的風水 我們就不要去迷信 我知道這幾年你做了很多這樣的事 但是始終都是迷信的人多 所以我覺得是互相的緣份 你說在風水我學到什麼 我都學到最多的人生百態 哈哈 這個真的是最多 這個很重要的 其實很好玩 很好玩 其實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所以我自己認為對風水 如果我勸解的話 不要太迷信 如果你不信的話 最好不要信 即是連信也不要 是 真的 最怕就是 信一點點又不信 那就迷信 是 迷信就是因為這樣開始 是 據我所知 你本身是 因為你很熱愛 你很好奇這件事 一開始你想找尋這個真相 即是有沒有根據 那你就越滑越多了 越滑越多 而且你遇到這麼多人的時候 那你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一套哲學 其實對我來說 這是你的哲學 那你防悟行 你也看到很多世界性的東西 之前我也有問過大師 那為什麼你會說每一年行什麼運 行水運、火運、木運 就適合做些什麼 那這件事也是自然科學來的 還有你最可怕的是你的啟示錄 即是早幾年我看你的啟示錄 你已經算到了 其實有疫情的 還有會有人為災難的 等等這些事情 其實之後就看到很多馬喉炮 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是親眼見證 你早就說了這件事 那你怎麼會計到這件事呢 那在《易經》裏面 其實就不是我計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祖宗 我們以前的一些很了不起的人 始為智者 他們已經寫好了這個formule 讓我們自己去找這個密碼出來 那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們人是生活在天與地之間 那天地之間的發生點 最關鍵是人 因為天地是死的 人會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這個天改變 地改變 就出事了 對就出事了 那麼這個推理在《易經》裏面 其實已經是有了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只不過是我們沒有去反省 對 我們沒有去意識到這件事 可能是貪欲 令到我們迷失 或者是我們根本上 就不注重這個學問 導致我們很多人忽略了它 暫向《易經》的角度 我覺得《易經》是可以幫我們 真的出一避空 可以離開一些不好的東西 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是 但很可惜現在 就用在 就是剛才所說 帶一個號碼 又好運一點 就是類似這樣 我覺得是很可惜 因為它的使用範圍 不是那麼小 其實很廣闊 很廣闊 簡單來說 一切的答案 就在《易經》裏面 沒錯 包括你做這個《啟示錄》 包括你看任何的東西 人、事、物等 全部都是從那裡出來的 基本上 未來20年 即是從今年開始到未來20年 我都計算了 即是未來20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都已經計算好了 其實是沒有 現在不是很流行說是預言家 對 這個一定很多 周圍的報章 媒體都吹得亂 但對我來說 如果你看東西看得清一點 看得遠一點 你都會是一個預言家 是啊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對 每個人都可以 好像你帶個小孩 不要吃辣東西 一會兒你窩吐 那你都是預言家 哈哈哈哈 因為你有了某一種學問的基礎 其實你便可以語言 而且我覺得 逆經也好 風水學也好 它在說的是順其自然 如果你不順其自然 就一定會出事 違反 違反 好像今年會爆發這些疫情 在我們的計算方案當中 都有計算到的 但沒有想到兩件事 第一是提前了 它不應該今年發生 第二是會爆到這麼大 通常逆經計算的學問 它是有指定方向的 這次是有些不同的 這次是影響波及到全世界 是 唯獨是中國現在最他條 最沒事的 是 這件事就值得我們 又要用另一種學問去等 即是我們計算了 可能要等五年十年 我們才有這個 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計算到的東西 是可以為自己準備 或者是我們可以去美與籌謀 美與籌謀 為國家也好為自己也好 但其實就因為我們不順其自然 因為為什麼會發生到這麼嚴重呢 就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全球性 交通工具所有工具 可能在100年前有疫情的時候 可能是最多影響隔離村 但現在為什麼會全球性呢 就是因為周圍飛 所以才會這麼嚴重 對 所以你說社會發達先進 會有個好與懷之間 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現在我看很多我們的客人 都很有錢的 他們現在一些事都沒有 反而他們的心理又有問題 因為他們平時每天都會飛 可能今天飛去外國吃過早餐 明天又飛回來 類似這樣的 今天你哪裏都飛不到 可能突然間令到他 在今年裏患了抑鬱症 這個就跟錢沒有關係 完全是跟自己的一個環境轉變 抑鬱症這件事真的不關乎你有多少財富 還是有多少財富 是 即是任何階層都會 會 尤其是這個疫情 尤其是這個禁止的時候 很多這樣的問題發生 很多 你也有很多客人 即是徵求你幫忙 是的 他們也有討論 我也要感恩他們 因為我自己也不能飛 我自己也有抑鬱症 哈哈哈哈 醫者不能自醫 自己也有財富 哈哈 那你裙收他們當時 你就自己會明白 更加快明白一些道理 大家就互相去幫忙 互相去度過 只能夠這樣 因為之前知道你也很忙 一直飛 又要飛上海 有時要飛澳門 又要飛香港 又要飛內地 是 因為據我所知道的 你是上海迪士尼 你也去做顧問 是 而且你很特別的顧問 就是他們的商品 周邊產品 對 沒錯 這件事我很有興趣 究竟周邊產品 怎樣來討論呢 那這個呢 就要怎麼說呢 在中國它跟美國市場是有些不同 完全不一樣 因為迪士尼 它所有的產品 它是簽給美國的一間版權公司 就是所有的 所有產品都是由它出的 是 那他們出產這個產品 其實是不符合某一些國家的 所以有些國家 它的銷量就不太好 後來我們在中國就研究了 我們應該把亞洲人的元素 放進去裏面 我們怎樣把這件事 很快去分裂 即是散播出去 這件事就要完全的一些 所謂的知識 當然他們請了很多人 我是其中一部分 我那一部分 很搞笑 因為他們有付錢的 我這一部分 就不是風水的 我這一部分 就是地方風俗的費用 哦 就不是給風水的費用 這件事很有趣 很有趣 因為它一般是鬼魯公司 那鬼魯公司 它有些東西 它是不會 信風水的 對 但是它就會尊重每個地方 比如說拜神 它有這些費用在那裏 所以你拿的就是這個 是 那我怎樣去考慮他們 就是我要很清楚 很明確 他們每一年的目標 要收多少錢 要賺多少錢 然後我們會計算 中國的人口 在什麼方向 什麼位置裏面 是屬於最好的 哦 然後我們就會考慮他們 什麼地方要開在什麼位置 嗯 所以你現在去到中國 第一個最大的品牌 就是機場 以及高鐵站 基本上都有的 這些就是我以前考慮的 一個結果 當然現在沒有合約了 之前還是有合約的 哦 好 即是範圍是很廣 不是真的只是原學這麼簡單 都令我學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現在的設計 是融合了日本設計 韓國的設計 以及中國的設計 是三大元素 在裡面 如果你在迪士尼 你看到 迪士尼狼園裡面的 周邊產品 基本上都是美國的 當然都是Made in China 不過設計都是美國的 如果你是在迪士尼 Outlet Store 賣的那些東西 你會發現到 跨你一點好很多 還有 它的產品是貴很多 哈哈 因為那個是亞洲市場的人 去做出來的 即是說它的貴不單止 不計算生產 其實那個價錢不是在那裡 價錢是有顧民費等等的東西 放進去 哈哈哈哈 很好玩 版權費 所以你在中國十幾年 因為由於你不是真的為了錢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賺開這麼多錢也好 你也回饋回中國 在中國 基本上我可以說是回饋了給中國 回饋了嗎 因為你建了很多學校 在中國建了很多學校 我可以說是在中國 除了我自己的生活費 類似這些 基本上我沒有在中國賺到的錢 是拿回來買一間房子 買一架車 是沒有的 完全是放在中國 即你是幫助他們的很貧窮的地區 因為現在中國發展這麼發達 大家都知道 世界大城市之一 大國家 大佬之一 還有很窮的地方 現在的比例就沒有以前 就沒有以前那麼多 現在只是小部分的 山區的 山區的 特性的人口 它就不像以前一堆 那你以前幫的是這一堆 對 那你去到的是什麼地區多 我捐最多的學校在荷南 第一 第二就是在青海 哦青海 青海 青海是藏文 你幫藏文 有地震 我們是第一時間去的 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在那裏建了學校 可能觀眾朋友都沒有辦法想像 當時他們所謂的窮有多窮 他們窮有多窮 在廣西和貴州之間的交界處 因為都是山區 那裏有多窮呢 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飯 沒有米落肚 沒有的 即是有這種概念 但當然現在沒有了 現在好很多 現在好很多 因為現在中國有一個政策 就叫做精準扶貧 這個政策很了不起 就好像我是在什麼地區 我是公務員 我是老師 或者我是醫生 政府是有規定 我這位老師一定要對準兩個窮人去幫助 這個叫精準扶貧 你想想每個地方都appoint這些人下去的話 每個都很精準對接 就沒有窮人 所以中國現在很了不起 很厲害 短短十幾年 是 賣生幾十年都幫不到 還有很多人很窮 由以前十幾年前我們建學校 那些衣服是紅色 你會看到紅色變黑色 是穿成這樣 鼻涕漏到整個臉都是 十幾年前 我們就捐學校 幫他們建宿舍 建了很多東西給他們 買衣服 褲子 鞋子 現在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我看到你也有幫助其他國家 越南 現在最多是越南 所以現在你一直都有幫助他們 越南有 因為那天你有幫我說 我們是沒辦法想像的 你是親自去到那個地方 是的 我們有個好處就是 在我的慈善組織裡面 第一就是不用你捐錢 因為所有的錢都是我自己的 全部出力幫你出力 大家就不用壓力 第二就是沒有職位 沒有說誰是主席 誰是財政 即是不用 沒有這些區分 去到就看到什麼就做什麼 大家付出就可以了 食宿住自己搞定 大家降低那個費用 基本上就可以了 像我們去到越南 我們最驚訝的就是 越南有很多 Campo Dias 那些難民走難去越南 不讓國家承認 是的 這些人越南有收養他們 又給他們一張紙 但是始終都是有排斥的 沒有身份證 所以他們就住在山區裡面 住在山區裡面 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我第一次去他們 是在喝河水 那些河水有很多蟲 是很多蟲 細菌又多 所以他們的肚子大大 我第一次去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那我就很熱情地走進去 別人的房子裡面坐著 沒有屋頂的 只有四個像香蕉葉餵著 我想感受一下 誰知你一進去坐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尊重的 很感動的一件事 那他就快快地 放了一杯水給我 我看到那杯水 是有幾條蟲在那裡 在動的 真的在動的 那你就糟了 喝不喝好呢 或者不喝呢 如果你不喝 就不尊重 會很傷你住專心 後來我也有喝 不過沒有喝在肚子裡 就是這樣 碰一下 其實也很大勇氣 這個故事就是要說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 我們不可以用自己的身份 對 還有我們不可以表現我們自己的 去傷害到別人 可能你去只是那半個小時 可能你為對方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很多做慈善的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去到那裡 為什麼你們這樣 為什麼你們這樣 可能你抱怨一些很可憐 又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抱怨這些 你會對他們造成一個心理上的傷害 這件事都說的心態很重要 對 要學 要學 後來我們就去 我們自己覺得我們自己人不夠 在越南 非常幸運 我們就認識到當地的天主教 我們現在長期跟教會合作 但是你是佛教 我是佛教徒 所以他們也不會排斥 不會排斥 而且按照他們的天主教 在越南的總部 即是他們有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 即是他們有一個總部 他們簡稱 越南是從來沒有Cross Over過的宗教 即是什麼宗教和什麼宗教 Cross Over是沒有的 從來沒有試過 你去到第一次了 我是首創 後來越南最高的華視人 都有見過我 即是他們的總理 他們就問我們 究竟你們想來這裡怎樣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共產 他們可能怕我們有其他目的 洗腦 後來這幾年 大家都看到大家做了很多事情 對於我們來說捐錢 捐一千元好像很厲害 但是我想說的是 在越南其實你捐十元 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越南 當然我們要蓋橋 蓋屋很多 但是有些最小的 基本上我們給他 賣一雙鵝給他 或者賣兩條豬給他 其實就已經幫到他 他就已經感激你一輩子 反而你不一定是用錢去做這些事 不一定的 可能你給到錢他們都未必適合用 對 所以越南不是很貧窮 他是連窮都不如 嘩 即是他都還未到窮的那個界線 嘩 所以我們就用了另一種方法去幫他們 嘩 即是你去到那裡 嘩 嘩 簡直是跟原始人 即是在森林生活都沒有分別 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帶很多移工 在馬拉 和中國的移工 都用來飛過去 只有EH 那地方 當時我們飛去的時候 我們又吃EH的餐 嘩 怎麼吃啊 這些餐 明白 但到了之後 就沒有人再講這個問題 因為你看到別人的情況 即是在現代 現在2020年 2019年 2000年代 我們人會嫌棄這些不好吃 那些不好吃 當你一有這樣的親身體驗之後 你的人生會完全改觀 所以這就是人的一個品味 一個品味 或者一個品嘗 你對人生的味道是有多少 好像我們現在碰到不好吃的東西 我們都不會說對方不好吃 這些食物很差 我們不會這樣說 我們最多就說 可能不太適合我 可能我下次也不會光顧 我們會用這種方法 因為始終佛教徒 他都是相信因果的 即是說話不要說得那麼盡 你覺得不好吃 要遠轉一點 對 始終還是留下一個修養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說要講到過份的那些 嘩 即是你的人生經歷 是非常之不一樣 即是你本身真的是 嘩 即是好像你說 我已經是由一位風水大師 變成了一個哲學家 其實我也想到自己是比較偏向哲學 為何會驅使到你有這樣的想法 為何呢 都是那句 可能我沒有看錢看得太重 不會偏重於商業 即是你會不會因為在中國這十幾年 你看到一些人性的問題 種種的東西 令到你成長起來了 整個人 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相信很多時候是有因果的 就算你不相信佛教也不要緊 但因果這件事我都要相信 對 這個因果真的不關宗教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好像現在這樣 我以前是很推廣中國的 中國有很多東西值得去學習 比如說他們管理水源 由他們很骯髒的城市 變成現在是很乾淨的城市 因為我的客戶是有很多人做水的 即是那條坑渠 他怎樣可以將這麼骯髒 你看看中國有多少人口 拿到過千萬 我們整個國家才有千萬 人家一個城市就有幾千萬 他們怎樣去管理水 其實是需要學習的 以前很多人說中國很骯髒 中國怎樣怎樣 但是我們當全世界人說中國不好的時候 我們在疫情裏面就看到這個因果 現在是中國最好的 你們所有全世界都嫌棄中國 現在中國嫌棄你們 即是你們不要飛來我國家 現在倒轉了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凡事都要看兩面 有看別人不好的一面 都要看別人好的一面 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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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說人情味 做人的一些態度 我覺得馬來西人是挺好的 因為可能這套生活是可以的 比較平和安靜 其實我覺得是 不應該把一些政治的情緒帶給人民 我覺得馬拉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過得很好 沒什麼問題 如果是馬馬當你看 什么人都坐在一起 其实这个情绪也是政治玩的游戏 无论中去计算 但是我们要珍惜 因为这么正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去维护它 我觉得这一集观众朋友 真的好好地去认识一下自己的国家 清楚自己处于的环境有多幸福 尤其是你没有去过 连穷都没有资格认识的时候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体验到 你要去到你才知道 我自己很喜欢跟那些 买鱼蛋粉、买吞面聊天 他们的哲学 人生哲学 因为他们看得人生百态 打胎的游吃饭 穿得骚髒的游吃饭 在他们的角度里面 他们看人可能会比我们看得更多 我们看人可能只是片面 我每天去上市公司 我就看老板 你可能是做地盘 你就经常看到地盘 但是可能买鱼吞面的人都看完 看完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 所以他们说买鱼鱼的人 或者是小贩 或者是鱼鱼鱼 或者是鱼鱼鱼 他们有些人很有哲学 他们所说的很有智慧 绝对是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聊聊 聊聊天 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或者看得太低 人太高是外表 外在的身份 外在身份 内在也是一样的 虚学 对 说得好像很圓和 但实际真的是这样 你去到医院 全部人都是一样的 真的 生老病死 真的一样 所有人都一样 你亲人离开 所有人都一样 都是相感的 你不会说你有钱 就相感一点 身份地位 只不过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你真的看到最多 你在中国 真是看多豪华 多磕权的人都见过 很多 人家说 你的风水的级数到哪里 通常我就不会解释那么多 我通常会怎样形容我的风水级数 我就会说 人家问你 家装修需要用什么颜色 但我的客人不会问我这些问题 我的客人问我 买飞机 要买多少座位的飞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哈哈 这个就是我吸收了 还有你看那些所谓的 中国不是很流行的那些 大庭院 四合院 四合院 那些真的很夸张 在中国是 你有钱也未必可以住得到四合院 在中国 有些钱之外 还要有身份 身份 身份地位和关系 嗯 因为你住越大的屋 就越容易被人抄家 在中国是这么说的 哈哈 到现在也是 一样的 所以通常我们去看四合院 都一定是有些身份地位 很厉害的了 所以是这些 买飞机买多少个座位 是的 很多的 基本上都有 所以在他们身上 我们再和普通人的身上去对比 其实大家都一样的 嗯 我想说一样 其实大家都一样 伤心 依然都会伤心 都是会中抑鬱症 你所说的 都是一样 是的 是的 那我在中国 前几年 我勤修最多就是家族的问题 家族的问题 在中国现在很多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子女 很多是同性的 同性戀 OK 那他们就惨了 只有一个 没得全宗接代 是 很介意 那怎么办呢 那这些你也要看 是 是 在风水里面怎么去帮你解决呢 那我都遇过很多 所以 对于我来说 他真的是一个哲学 他就不是完全是一个风水学文 是的 即是你看到他们很伤心 他赚了几百亿 但是这个身家分不了 比下一代 他慢慢分不着 你想想他这种痛苦 哇 哇 这种痛苦 没办法想象 是 即是你比我 我都痛苦 是 所以 所以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 就是开心 是 但是互相尊重 是 互相体谅 是 新外物的东西 就尽量 嗯 有就争取 是 没有就 没有强求 是 没有强求 又不是说 完全不去追求 是 不去追求 就变成退废 对 你就会懒 没错 所以 我觉得是 最重要 天地人 这个在疫经里面 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 人要发展得 你知识上 要运用得好 你的修养要表达得好 你的生活品质要过得好 是 可以的了 你不要太做些 太违反人为的东西 嗯 我想像疫情 我相信都是人为所造成 是 是 哇 这一集真是 哲学 非常之丰富 非常之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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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哲学 真是 不要看得风水 或者上学是些什么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哲学在里面 对 因为韦谦大师 他都不会跟我说 不要把我做师傅的诗 我是大师 那这样东西 你应该是 有一个故事 怎样来的 大师 这种东西 大师 我把你的名字 在电话上寫是 Bic C Bic C Bic C 好像是一个维他命丸 对我来说 你是我的维他命丸 大哥 其实在中国发展 在当时我是一个年轻 你现在看我都好像一个年轻 在那时候 我要代表银行 去讲很多talk show 那些银行家就说 你这样的银行家就 怎样可以表现到 没有舒服力 是吧 怎样可以表现到 流淑就来不及 哈哈哈哈 流不及了 他都要留到这么长 十多年 他们就计算了 他怎样可以将你 整成一个好像风水 人家说出来很信服的 那我就说 其实我可以预测 每一年发生的事 所以预测是我09年就开始预测 即是 before啟事录 09年就开始预测 但那时候是针对性银行的VIP客 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收到我很多资讯 例如买黄金 买股票 买地产 他们都知道 OK 由09年开始 我就觉得 我应该将这些知识 拆除出来 他们才会认证到 原来你说的东西就是真的 真的有根据的 后来就慢慢完成了 他们就每一年 想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 慢慢就会引伸到会写书之类 但是银行家就说 这样不够 我等到明年 我立刻的 是要立刻的 他们就建议把我的名字 后面加了两个字 叫大师 就是师傅大师 其实十年前我都没有用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前在中国也出了一个大师 是被全中国通緝的 是很出名的 即是所有马云 大卡都在他那里看 是呀 是呀 后来我这个名字就撞到他的名字 又是叫韦軒 不是韦軒 就是叫大师 大师 在中国里面 我们搜寻微博 以前是用微博的 只有两个大师是上榜的 一个就是我 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 肥通緝的 所以后来我自己尴尬 大师 后来我自己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ABC的大师 哦 所以以前是中国人叫你大师 大师 是大师 但是前面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有的 哦 因为韦軒这个字 其实不是大部分人懂得读的 有些人是不懂得读的 所以通常他们称呼我 都是叫大师 OK 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 哇 又是一个很精彩的经验 只是名字就已经是精彩了 大师 好耶 现在就少用了 现在很少用了 现在通常他们叫我师傅 我觉得我可以的 我可以讨论一下你 你说叫我大师 我也有点尴尬 我印象到他会想到被通緝的 被通緝的 我明白明白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是不知道的 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 那你回来是四年前 正式回来马来西亚 on and off 我都有 近这几年我只有讨论一间公司 就是澳门 澳门赌场 哦 基本上是非澳门 其实赌场 我这件事也很奇怪 讨论什么在赌场 赌场 因为我看最大的了 那间已经是澳门 最厉害了 他手下有很多赌场 都是在他手上 他们赌场里面 会有一些怪客 会有一些奇人异事 很多人 有时看马拉的一些 新闻他们也写 入赌场 他们的设计 好像一个鳄鱼 好像一个老虎 要吃掉你 其实站在我们的风水角度 严格来说 这件事是骗人的 好的 就是让你做一些新闻 好的 实际上在澳门 不是澳门 即是在赌场里面 它有几个元素 你可以说是风水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物理学的原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进入一个空间里面 你只需要感觉不到日夜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感觉不到时间性 这是第二 第三 你不能感觉到有方向 东南西北 这个是秘密 这个我从来没有说过 好珍贵 这是赌场秘密 谢谢你给你的副刀 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功能 风水的功能 可能其他师傅听到他都会赚 哇 在赌场里面最重要的是这几个点 所以你来来去 无论你去到什么赌场 你都会发现 他们会用 天花板会用得很 很没有方向感 很华丽 很宏伟 第二 就是它周围都有镜 镜其实是一个光级 如果你用指南针去量度 是量度不到方向 哇 那磁场都反射了 是 哇 所以这个就是赌场 最避息要用的东西 这个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 基本的 就不是什么蝙蝠 那些是老作的 所以在赌场里面 有时候 他们都 除了这件事之外 他们还有一些数据 他们的电脑分析 还有他们会追踪客户 好像你去过什么赌场赌钱 他们有记录的 他们知道 所以基本上 整个赌场的人 他们是不怕你赢钱的 所有全世界赌场 他最怕一件事就是 他最怕你不回来 哈哈 是 他从来不怕你 哈哈 你不要说是那些 好像现在 萍甸 他们那些赌场 会有一些 有黑手段 或者赢很多钱 让你走的 我相信那些是佔很少部分 很少部分 因为整个牌的计划 都已经赢了你 藏家 按照比例的话 你是比不上他 所以在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他也有一些解释不到 比如说 我手上有很多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人 他赌场了24小时 都没有来开过那个赌厅 即是VIP厅 他除了上厕所 吃烟 就在那个范围 他没有睡觉 没有离开过 这么厉害 他手上拿着20万 他就赢了差不多1000万 哇 哈哈 问题就是 其实不怕他赢这个钱 OK 会送去直升机 来回 会送去很多东西 OK 总统套房等等 就是希望他回来 但是我们 我们衡量到他会不会回来 所以我们就会去找 那么通常赌场 他们第一时间 就会帮我们 所以都是半夜的 所以有时半夜 又是等他讯息 哈哈 那就会问 这个人是正规 按照你说的 他有没有偏才运 究竟他在走什么运 或者怎么样 看看他上去怎么样 哇 赌场就马上传他资料过来 那我们就看了 希望在里面找到一些数据 OK 可以帮助到赌场 是 那会有事 会有这样的客户 嗯 那我们碰到很多 有些解释不到的事情 都会发生过 嗯 即是无论你是用数据分析 风水分析 分析不到 嗯 他们都想去讨论 嗯 那我角色呢 就在这一方面 OK 那就知道了 哈哈 很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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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刺激的 哇 所以在赌场里面 都学到很多些 又是另外一个学习 看到的东西 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赌场的世界 是非常精彩的 精彩 很精彩 那当然我去澳门 澳门是另一个世界 完全是偏门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我好 我好骗的就是 在那里 我们可以做到 风水里面最高领域的 误迷迷信的东西 在赌场里面 又有物理学 又有环境 是 等等的东西 是 那我怎么进去赌场呢 是因为呢 我自己有一个 亲戚在赌场里面 他就推荐我去 哦 他说我们有一间赌场 每一年都亏 二千多个 哇 即是二千多万 那二千多个就不是多的 但是数据不漂亮 嗯 那他就问我 请我过去需要多少钱呢 那我说你请我 就有点难了 因为我价钱很高 那我就说我免费给你看 不如 哇 哇 因为免费给你看 大家当交朋友 对于我来说 都是那句 我喜欢学东西 我喜欢看赌场是什么 有什么 OK 我相信你们 如果不是赌场员工的话 就算赌场员工 也没有机会进入保险库 对 你没办法 每次TV的 我是进入保险库的 哇 这东西用钱都卖不到 卖不到 所以我肯定不收钱 但是我去看了之后 大概是两个星期 他的业绩是倒转反弹 即是吃二千多个 我是反赚了二千多个 即是上落四千多个 所以就出名了 可以倒弹 那里 一夜又是 一夜就爆了 哈哈 我去表达 又是另一个很搞笑的事 澳门的偏门生意的人 他们是从来不会欠任何人的人情 绝对不会 我是说命在先 我是不收钱去的 他们是打死都不会 不会给你做免费的 是 不想欠你 好像什么 好像 傾訴 老板坐在那里 哈哈 即是大亨都看到了 是 他说 喂 你这样不行的 哈哈 不收钱 哈哈 哈哈 即是故事倒转了 通常都是我们 喂 你不给钱 不行的 不行的 你不收钱不行的 现在 你不能出澳门 哈哈 那就是令我去 学到另外一件事 原来说仪器的人 就是有仪器的一部分的人生 是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 我觉得挺好玩 好玩 非常好玩 好像在疫情 他们也有叫我飞过去的 哦 因为澳门也不好 现在其实 生意跌很厉害 很受影响 其实 所以我觉得 由银行到房地产 到中国的一些很大企业 有Disneyland 到澳门 我觉得在风水领域 我觉得我赚了 赚了 赚了 非常精彩 你的LINE 非常精彩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哈哈 所以你就回来选择退休了 因为我觉得人要到最高峰的时候 你懂得去自己调整自己的位置 哇 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 真的很值得 这个也是《易经》里面所说的 哦 密极必反其中 对 就是密极必反 就是所有东西到了最高峰 它一定会回到零 是的 问零也是 我经常都说的 这件事就是我可以预测到 未来20年会发生的事 这件事也是在你这里 首先公开 哇 未公开的 哇 OK 它有一个如何计算方法 风水是一到九 一运二运三运四运 每一个运气是有20年 OK 整个的扭转 整个的范围是180年的 OK 那现在我们刚好要步入160年了 OK 即是一个规定 OK 那过了这180年 九运走完之后 又会回到一 原点了 原点 所以其实也代表了 我们这未来20年 由现在开始 人类就会走向巅峰了 哇 哇 所谓的巅峰 是人性的巅峰 人性的巅峰就是可能没有道德 或者没有对与错 我说过最简单的比喻 我2014年回来马拉 看到很多不正规的行业 比如说 Money Game Money Game 由大家都认识到它是不好的 是 到了后期就觉得 我没有害人的 我只是自己玩一下 我赚了钱我就走了 大家都觉得好像又没有错 明明是错的 到了大家都觉得好像都OK 自欺欺人 但是由今年直到未来20年 就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颠倒 如果你没有玩这个游戏 可能你真的出现了 就好像虚拟货币 相反而觉得是你错 不是这个问题的错 这是其中之一 所以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人性出现了 没有道德行良的标准 就是人性的最高峰 到最后就是人不信人 所以到了这个局面 就会崩壞 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的 只是我们预测不到它会残忍到什么 什么地步 是 第二件事就是 现在我们可以预测到 六七八的云气 即是之前的六十年的云气 石油是占最重要的部分 九云开始 即是由现在开始 未来20年 石油是慢慢会倒退 因为未来九云是指火 比较旺的 意思就是说 所有人开车 可能就已经不偏向要加油 可能会偏向电池的车 那电池是属于什么 电池也是火来的 所以这个又会引生其他问题 当所有人都走向电子车 石油就开始减少了 当然落后国家也是石油 但是你不占了比例 所以由现在开始到未来这五年 就是很多大车商商家 会去研发这东西 就不像现在的假的Hybrid 那些叫Plug-in Hybrid 但是以后就真的开车 500公里600公里 是可以向这个区势 到了第十年 大家都普遍的了 十年到二十年 就开始石油 真的感觉到慢慢 是不受注重的 这个问题就来了 全世界经济 你想想沙特阿拉伯 他靠这些 他靠这些 这几个国家里面 尤其是中东 他没有了这笔钱之后 他会做什么事 这个你就会想到很多东西 是的 很多东西 可能在这里 就会爆发另一种战争 所以这些不是 他不是不会发生的 他是会发生的 是 就是我们预测未来二十年 是 还有第三 就是我们现在 他是肯定 会去执行 紫币的工容 会慢慢降少 减低 就是用cash 虚拟货币 电子货币 所以他早几年前 就推出了blockchain 是 这件事其实都是人为 当人太投入在这件事 如果是你说 我一个子女在外国读书 我这里的blockchain按一按 收到又不用透过银行 又不用申请 又不用排队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银行 是很落后的 是 要排队的 是 在外国银行是没有人排队的 但是马拉银行是需要排队的 仍然是排队的 是很落后的 以后就不需要了 你用blockchain 他按一按 那里就收到钱了 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到了最后 大家就会用这种方法去交易 问题 就是又有一个陷阱在里面 是 万一二十年后 人性爆发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按错按针 是 或者突然间那时候 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是呀 现在也会发生 有时候被外星人偷了 或者是被黑客 是 那你的紫币的钱 转去虚拟货币的时候 你的身家就没有了 我也是很担心的事情 是会发生的 是 当然不是现在发生 又是归零 他需要一段时间 你想想 这个又归零 那就惨了 那些人怎么办 他就想另外一件事 他为了生存 他就会做一些人性 即没有独特标准 所以这几个大件事 会在未来二十年会发生的 还有这件事 我觉得恐怖的就是 其实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都是《易经》里面 我都理不着 想到就是 每件事 像你大师所说 去到顶点的时候 一定会崩坏 重新再来过 所以我们的文明都会是 文明大崩坏 如果我们再继续发展 是会发生的 所以好像 我为什么要选择退休 如果我自己长命的话 20年我都还在 可能我现在就退休了 就不叫大师了 可能20年之后 我就真的可以 又做另一个大师了 为什么呢 因为20年后 又会丰盛看书 写书 20年后 不过是 哇 已经预测到了 哇 漂亮 因为我们都是喜欢看书 喜欢写字的人 有情意结 但是你宁愿等待 你宁愿等待 因为你知道 哇 20年 所以这20年里 我们不能抗拒 不能抗拒 如何去用电子 或者如何去用ebook 等等 我们都要跟着 只不过 我们不能太过认定 他说是一世 他不会的 当然 当然 因为好像那天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突然 Google 就是Google 总之Google 是 癱瘓的 一癱瘓的话 大件事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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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美国 不知道政府 报警 是什么 所以当时我更加 体会到 太阶ard 要若一天 我们什么都 依赖了 这个看法 发现这件事 比如说 资金 全世界 都要耍 所以我自己就跟過很多大老闆 大老闆就是中國十大老闆 他們有個好處就是他們很喜歡讀書 他們跟你們聊天就聊 大家坐在這裡沒有話說 他們就自己看書 他們有這種習慣 所以這種習慣讓我學到 其實我們也要不斷學習 你說電子也學習 什麼都學習 世界觀你也學習 就像剛才我說 如果是中東沙地阿拉伯 他不能出產石油 你就想想他會做什麼事 你自己想想 自己分析 你要有這個世界觀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你給我的印象就是 你會把你的坎魚學、風水學 因為你對世界的觀察 所以你會看得更通透 看得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非常珍貴 各位觀眾 我覺得多謝 真是多謝大師 你今天除了這麼賞臉上來 你還將未公開過的東西 給了一副刀 真是未公開 但我真的想 因為時間也有閒 如果再說下去 我們應該不知說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也希望在節目尾聲之前 我想大師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2021年 今年大家會是怎樣 2021年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起步點 應該是一個起步點 你說想要有些收穫的話 其實也要等到再過一年 即是2022年才會有大的收穫 2023年就會瘋狂的發展 瘋狂爆發的發展 即是無論你是做生意、炒股票 做什麼都好 每一個行業都行的 每一個行業都行的 明年就是起步的年份 第一它是屬牛年 通常牛年都是沒有收穫的 只是勤力的 只有一個做字 只是耕種而已 如果你的性格是偏向 一向都要做的 那就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說是很悲觀的 那就可能對你有用了 明年就不用這麼悲觀 明年反而是一個好的 開始的一個年份 是非常好的 所以好像我們今年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聽說我很忙的 我也是很忙的 其實應該是今年就開始了 但如果按照坎語學會看 明年是一個非常好的起步的年份 即是2021 即是今年 即是我們應該2020年就要開始努力 不要放棄 2021年就會是一個要勤力 要耕耘 所以如果你想在今年裏面有些收穫 很簡單的 應該是想到什麼就做 反正疫情令到我們都改變很多 那你就不要等了 即是你喜歡一個女生 你就追 你想做生就做 你有什麼目標就去追 對 所以就會熬到2023年了 正式來說 現在鋪排來得對 你熬得到 頂得到這幾年 2023年一定有收穫 是非常大的收穫 非常大的收穫 那是什麼行業會比較 即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如果是2022的話 是針對性股票會比較好 股票 基本上股票會大黃 但是一定要有這個知識 不要亂亂炒 而且你是偏向喜歡炒股票的人 不玩股票就不要 2022年即明年 他會是一個什麼情況 他就是一個做生意 很多新的行業誕生的年份 亦正式說去年2020年 和今年2021年 他很多行業都是抹落的 對 基本上是收皮的 真的抹落 但是他還需要一段時間 即是這群人不知道要做什麼生意 還沒有收皮的 2022年就會非常好 有兩個行業是特別好的 第一是股票市場 第二是旅遊業 因為現在是跌得最慘的 他應該需要一兩年的時間 來復原來再爆發 所以2021牛年其實是一個 牛在五行元素裡面是屬土 新丑年是今年的一個天干地支 新是代表金 土會生這個金 即是圓圓不絕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問我 除了這些我們要努力之外 還有什麼錦囊 如果你想好的話 你就可以偏向多玩一些水活動 或者帶點珍珠 或者穿藍色的衣服 多喝點水 即是跟水有關的 在牛年裏面都非常好運 因為土生了這個金 這個金是很骯髒的 我們要用水來清洗 水就是第一元素 這個又可以反映出另一件事 在新丑年的今年2021年 就代表在這個很骯髒的金 它是未被清洗之前 它其實就是骯髒的 就代表這個社會 其實就會出現很多骯髒的行業 是非常多的 所以要提防 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因為這兩年都不能急 要真的好好地勤力 努力去跟蹤 沒錯 要做什麼正正規規地去讀 沒錯 所以到2023年是一定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你就需要去讀 要努力 要努力 你說有些人很好奇 那財運哪些好些 我已經剛剛計算了 都在這裡公開 嘩 真的太幸福了 我們苦都的所有聽眾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用最快的速度說 所以我相信不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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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財運又不急 慢慢說 我們沒有時間 2021年財運最好的生肖 應該就是第一是熟雞 熟雞的朋友 熟雞是正財運 要自己努力工作 你就會得到錢 第二就是偏財運是熟農 那偏財運在這裡 如果你第一次聽我的節目 你應該要去矯正一下什麼是偏財 偏財不是賭錢 不是買馬錶 不是這些 偏財的意思 在古代 它有一個根據 就是說 你在一個正職裏面掛職位 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這個就叫偏財了 所以這個就叫偏財 不是一般人所謂那種偏財 太迷信了 太迷信了 所以如果你今年是 譬如說你是做老師 老師可能人工只有兩三千 你想再賺多一點 那你就要自己開補習 補習那個就是你的偏財 或者是妄想教學 就是那個就是你的偏財 所以如果是熟龍的話 就是最好的 如果你自己不是熟龍 怎麼辦 那你就擺一個龍的裝飾品 在東邊的方向 就可以了 或者是掛帶一個龍 都可以計算的 所以這個是偏財 第三是 就是命利賺到的金錢 我們叫做 屬豬的朋友 所以屬豬的朋友 今年他會比較偏向可以用自己的名氣去賺錢 屬豬的 屬豬的 那些生肖 心情會特別被人打擊 有幾個生肖是需要注意的 OK 即是我們 人家一看到你 黑人討厭 或者是 很多人針對你的 OK 嘩 煩眾討厭那些 這個你就自己要提醒自己 檢討 好啊 所以提醒自己很簡單的 就是 說話要比較禮貌 還有不要經常責任 還有你盡量保持自己低調一點 即是讓別人說完你才說 你不要批評 你就會犯眾憎 你只要避開這件事 基本上就可以了 明年 今年 2021年 你最需要注意的生肖是屬蛇 第一 第二是屬雞 第三是屬狗 第四是屬龍 這些生肖要非常注意 小心口舌 對 但你會找到共通點 剛才才運也是雞 屬龍 這裡也是 雞和龍都在裡面 認證了一樣 就是可能你賺到錢 或者你賺到錢 你說了一些類似的 那你就會被針對 所以這些是在2021年需要注意的 你說財運哪個最差呢 有三個生肖是稍微差一點點的 第一個就是屬羊 我是屬羊 那還好呢 為什麼還好呢 還好屬羊的財富 基本上都不是給自己 通常都是給家人的 所以就算屬羊財運 在那個流年運程裡面最差 他也不算是最大的傷害 因為他習慣把錢 都是給身邊的人 對 我出糧的錢給了家 我自己沒有收錢 所以這個 他的殺傷率就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不是每個人都中 第二就是屬羊 屬羊 屬羊就比較多 因為屬羊又喜歡幫人 又喜歡買東西 又喜歡吃東西 又喜歡玩 哈哈 這些是難度少少的 真是糟糕 第三就是猴子 猴子也是需要面子 可能在2021年的今年 所以猴子就會比較為面子 去用這筆錢 人家說 每個人都有錢 你沒有錢嗎 可能你自己也要用 可能是這樣 所以這三個生肖 自己就要注意一點 其實挺好玩的 你不需要太順 不過你要給自己一個提醒 你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你不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你比較 你的看法跟一般的看法不一樣 你的說法是比較重點 你只是說重點 因為我們說這些 我們要拿很多數據 我們要證明 就像我剛才說 就算屬羊很大的破財運 都不需要怕 因為他的性格 因為你還會觀察 另外一件事 性格的關係 這件事 因為又沒有那麼花巧 因為其他可能很花巧 可能嘩眾取寵 就是看了等於沒有看 就是會說別人喜歡聽的東西 對 真的很珍貴 真是謝謝 多謝大師 多謝多謝你 希望大家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還有團結 還有大家要保持大家的修養 如果一個環境好 其實我們大家都好 是 真的 這個很重要 就好像我 有一個經驗 就是去沙拉瓦 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是豬肉和馬女人一起吃的 我吃豬肉菜 坐一張桌 他們坐一張桌 都沒事 那你就會覺得那個氛圍是很舒服的 是 東馬 那你就想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保持這樣的心態 保持互相尊重 互相提升自己的修養 整個社會都可以 大家便舒服 其實這件事本來是這樣的 真的有很多因素導致分裂 對 尤其是網絡上的一些媒體 政治人物說話 傻瓜 等等等等的事情 造成這個分裂 好像本來我們 我們HIP HOP 我們自己侵入的印度人 馬拉人 我們自己很友善 我們可以一起玩 一起說話 我們又不見有這些問題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社會才會和諧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機會 聽到我們傅刀說的 提到的這件事 我覺得是大家做好大家的本分 提升大家的修養 基本上是幫助了我們很多人 這也是慈善善事的一種 真的 你今天陳上的傅刀也是一個善事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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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你 因為其實我也看到你有些變化 是 有些變化 臉色好了 哈哈哈 所以臉色好了 就是我認識你那時候 是一個十字路口的分岔路口 也不知道想怎樣 也不知道怎樣算好 但是慢慢慢慢就會調整 是 我覺得人生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也是那句 風水只不過是一個醫生 考慮你自己的問題 對 最終是要靠你自己 真的 這件事很重要 你自己 即是無論別人怎樣幫你說也好 即是別人不會幫到你多少 你自己怎樣選擇那條路 怎樣去做 這件事真是這幾年學到的東西 對 而且不要太相信外在的東西 你聽說我身上沒有帶任何東西 對 沒有帶任何東西 對 因為人始終都要相信自己 除了你要依靠天 還有依賴地之外 最重要是人 是這三個元素 對 其他都是虛的 天地人 對 最重要 這集大家聽到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得益 我自己獲益量多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樣 怎樣也好 謝謝大師 不用客氣 希望有機會 虎都可以跟大師再合作 可以可以 ABC的C 記得是 ABC的C 不是師傅的C 是大師 大家也要記得 按LIKE 按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的虎都Records的頻道 還有我也會放一些大師做過的事的連結 在我們的Youtube那邊 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 越想越深入了解 我們韋軒大師所做過的什麼 可以按連結去看看 可以 去做很多事 一集說不完 真的謝謝大家 客氣客氣 謝謝 謝謝 恭喜發財 請來